反导被誉为是目前世界军事最尖端的技术对抗 2010年我国成功进行了首次中断反导试验 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我国西北某基地研究员 导弹试验专家陈德明 26年潜心从事导弹武器试验研究 把我国反导试验技术推向了新的高度 昨天我国公布了2010年和2013年 两次中断反导试验的部分现场画面 这是我国首次中断反导拦截试验的现场画面 当导弹拦截发出的火光照亮西北夜空时 我军武器装备发展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反导是战略防御的尖端 是大国博弈的重要策码 有或没有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反导被誉为目前世界军事最尖端的技术对抗 陈德明所在的这个基地 担负我国新型导弹试验鉴定定型任务 本世纪初 我国的反导技术研究进入新阶段 陈德明受聘为项目专家组专家 其实早在几年前 他就带领团队开展了反导试验技术研究 他这个时候就敏锐地感觉到 作为我们的靶场 应该尽早地开展中单环岛实验的靶场实验技术 他于是就带领团队 就开始了一些靶场实验技术的一些 关键技术的预先性研究 除了组织各项关键性技术公关 陈德明还明确提出 虽然是首次靶场实验 也要把实战作为首要目标 因为陈德明研究员一直要求是 说你在靶场不能仅仅是解决 粒子于实验问题 说我们所有的研究 都是为了解决未来实战中遇到的问题 近千个日日夜夜 陈德明带领团队 以超乎寻常的紧张高效 拟制了上百份实验文书 一举突破了多项核心关键技术 2013年1月27号 继首次陆基中段反导拦截实验成功之后 我国第二次中段反导拦截实验 又取得成功 把弹 拦截弹 飞行正常 党的十八大以来 陈德明和研究团队 在反导之路上的攀登 一刻也没有停歇 他们接连突破多项关键技术 将我国反导实验技术水平 不断推向新高度 对不起 谢谢大家